南北大道五级柏轮东往五级打卡方向处 星期二上午发生严重堵车 原因是一辆托格罗里因为多个轮胎忽然爆胎 结果失控翻覆 根据网友提供的视频显示 车上七辆本田新车都跟着翻倒在大道上 哇 三车 三车 全部三车 所幸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但却苦了驾驶者 一直到下午三点钟为止 该地点的堵车情况依然没有改善